李云飞,一位酒精商场的串业老司机,关注我,每天分享一点财富干货,让你的人生少走弯路 这个社会人性现实,富人总喜欢装穷,因为枪打出头了 穷人又总喜欢装富,因为没有人愿意和穷人做朋友 大家都是带着面具在生活,而这副面具则会蒙蔽90%人的双眼 少有不慎就会让自己上当吃亏 正所谓人生就像一场戏,生活不易,全靠演技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去识别哪些人才是真正的穷人呢 不看豪车,也不看别墅 以下这三点错不了,我们一起来看看 长点智慧 第一,穷人思维装不了 刘基在卖甘者言当中提到了一句话 叫做金欲其外,败序其中 意思就是说,一件事物外表像金像玉,里边却是破如棉序 须有华丽的外表,实质是一团糟 所以说,一个穷人他再怎么善于伪装 他的思维是伪装不出来的 因为财富是表象,而思维才是财富的灵魂 这一点是很难改变的 穷人思维的人不是现在是穷人 就是注定未来是穷人 什么叫穷人思维呢? 哈尔佛大学的教授做过一项研究 得出来的结果是,穷人即使你给他一笔钱 他也会花掉,并不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创造自己变得更加的穷 这就是穷人思维 爱花钱,不爱赚钱的思维 举个例子,如果给你20万元 你会用他来买房,还是会用他来买车呢? 很多人会选择买车去享受生活 去得到别人羡慕的目光 那去让别人认为自己很富有 但是五年后你会发现 房子升值了20万 而车子却变得一文不值 结果你变穷了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啊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理 但是呢就是做不到这个事 不要再和我教证说什么未来房价如葱 那是未来的事 我们不知道还要等上多少年 所以穷人的思维 就是总喜欢花钱去享受生活 总想着花钱去炫富 什么买名车 买名表 买名包等等 贪图享乐 尽欲其表 结果日子是越过越穷 而富人思维呢 则会善于理财 合理规划自己的生活 不在乎外表的华丽 只在乎累赛的盈亏 那即使是巴菲特 他也只是几美元的早餐 所以说看一个人是不是真穷人啊 只需要看他们是爱花钱的思维 还是爱赚钱的思维就知道了 第二 穷人的言谈举止 恩格斯说 有所作为是生活当中最高的境界 但穷人骨子里面呢 都是不敢为不作为 碌碌无为 他们的言谈举止总是消极 负能量被动型的 浴室总是呢 被动接受 从来不主动出击 嘴巴上也总是会说 我不会 我不懂 我不敢 其次 穷人都会满嘴放大炮 吹牛皮 自己说着连自己都不相信的鬼话 真的是 前言不达后语 牛头不对马嘴 那这样的人一定是穷人 因为越穷的人就越喜欢胡吹 自己有多厉害 自己有多了不起 越显摆自己 就越证明自己心虚 因为口袋里没有米 脑袋里没有货嘛 所以穷人 即使他开了豪车 穿了名牌 这些也都是假象 嘴上所说的话 才能代表他的一切 错不了 第三 总爱占便宜心理 孔子的弟子子下说过 无见小利 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意思就是说 做事不贪图小利 贪小利就做不成大事 那这句话反过来说 一样会成立 那就是大事不成者 见小利 做不了大事的人 往往都会贪图小便宜 我们经常会看到 有些人在买菜的时候 总想着别人能多送一点 买东西的时候 也总希望商家能打个折 送个小礼品 贪利是人的本性 但一味的贪小利 就是穷人的本性 一味的贪小便宜 就证明他骨子里面很穷 总想着别人能够给自己施舍一点 从不想着自己去为别人付出一点 那这些人往往是自私自利的 虽然说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但一心为己 则会落魄卑微 所以说穷人的另一个特征 就是贪小便宜 人穷不可怕 也不丢人 富人也是有穷人变过来的嘛 但是我们不要过于的卑微 过于的去遮掩 一味的炫耀自己 显摆自己 只会让自己是越过越穷 你觉得穷人再穷 以上这三种特征都很难隐藏 这种说法对吗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今天